你们看这期漂亮的战斗了吗? 这节目的剧本真的越来越上到了 继之前的无限流 无剑道之后 这期第三方势力登场以及幕后大boss的设定真是脑洞大开 双脑归双脑 该整的活可是一样也没少 我愿称第五期为漂亮团水上最乱一击 集体化身儿童团的PLMMGG们这次都脱掉包裹 开始释放自我啦 原以为登车竞赛是个比拼体力和速度的游戏 没想到最终却是考验经济的环节 为了偷延住对手的速度 大家无所不用积极设置关卡 最后玩嗨了的王门顺着开启坑队友模式 鼓动队友孟子翼选到最难的扎气球 玩到抓狂的孟姐问王门你是哪个组的? 他脱口而出我是节目组的MOM 节目组给了门主多少钱? 我们解后援团十名制出双倍 这次的追击战更是重量级 先来赏信一下节目组给准备的道具 赵英子的两轮车和连怀尾的大小板已经足够奇特了 再看全称挑着扁担的管月和推着一架追击的曼子翼 喂 有人还记得咱们节目的口号 只要出手就要漂亮吗? 另外好想问杨帝这双发亮的粉红拖鞋到底是从哪逃来的 能给咱上个链接吗? 看着他穿上后努力逃跑的样子 想到了那句台词 虽然你很低调 但你的拉风就像黑夜中的萤火虫 最惬意的还是陈销了 这开的是通往咱们幼儿园的车吗? 让人没想到的是追击战缓节竟然还设置了半位 好嘛 上分之前先贩人士吧 游戏规则这套可让节目组玩明白了 战斗力最强的王门和章鱼奇 难道这期真的没有英武之地了? 结果证明我还是小看节目组的整合能力了 正当两方阵营难解难分时 设不定来了 王门和章鱼奇可以完成任务来结成第三方阵营 夺损那家人们 让两位魔王级选手组成一队 可谓从智商到战斗力 全方位碾压了其他人 再看看这两人 临时反水也是毫无负担 吃着火锅唱着歌就把原队友拍完 随着中立阵营取胜 漂亮团也揭开了游乐星球的真相 这也是本期最震惊我的部分 原来幕后大boss竟然是节目刚开始出来迎接漂亮团的可爱小女孩静静 而静静的真实身份是喝下魔法药水的杨超越 也因此杨超越本期一直没有露面 再仔细想想又觉得这样的设置有些暖心 看似雀喜的杨超越以如此合理的方式陪伴着漂亮团的战斗史中 漂亮的战斗进行到第五期 可以说每期都能有新的惊喜 我已经等不及要看接下来还有哪些没有打开的脑洞和可能了